众所周知,往脸上加光线很容易,但是想去掉现有的光线是非常难的。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除光影,将照明改为柔光效果的Lora。 最大的作用就是用来制作训练的数据集。 例如如果想训练图片中这种好看的光影,就必须有一张无光影的图片,而现在所有的模型都无法去除脸上的光影。 目前用于制做数据集的方法就是,先找到没有光影的照片,再通过模型给人物增加光影。 写而易见的美学价值和光感无法跟真实照片相比。 训练的核心是移除人脸和场景中多余的光斑,移除之后就可以对模特进行二次打光。 现在我们移除光线。 使用之前分享的重新打光的提示词,对图片进行重新打光,可以看到效果非常好。 面部的光影很真实。 下面演示一下如果不去除光影,直接使用原图打光的效果,可以看到原本图片中的光线不会消失, 而是重新增加新的光线,结果非常糟糕。 室内场景也是同样的问题。 这个例子也是直接对原图增加氛围灯光,效果非常诡异。 这个是使用移除光影后的图片,进行二次打光,光照效果非常自然。 下面是测试效果,可以识别并移除很多种形态的光斑。 并且修复照片的曝光过度的区域。 下面我们来看一些极端案例,这些高光区域已经完全成了白色,最后也是奇迹般地还原了。 这张照片可以重点看肩膀处的婚纱,将婚纱的布料从纯白色中还原出来了,效果堪比精修。 再来看一下倩铺的图片,耳朵部分也从纯黑还原出来了,同样也是用于风景照片。 再来看一下逆光的效果,就像是变魔法一样,对人物和画面的修复非常的惊人。 再也不用担心男朋友不会拍照了。 接下来的案例是对彩色灯光的还原,可以看到能够完美地还原到照片原本的颜色,效果非常自然。 接下来就是介绍一些奇奇怪怪的用法,除了对正常场景的还原,还可以用来去除水滴光斑,修复老照片,甚至能一定程度上修复模糊照片。 最后就是喜闻乐见的吊打Nano Banana的环节,左边是圆图,中间是Quanedit,右边是Nano Banana,可以看到人物的光影全部无法修复,只有场景的光影修复成功了。 最后顺便说一句,如果你也训练过Lora并制作过数据集,你就知道这个Lora对于制作人像数据即是多么珍贵。 为了训练这个Lora,已经炸炉了五次,修改了四个数据集才训练成功,原创不易。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,谢谢大家。